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沛翔在市长市政总质询中播放下班时间 他个人特地到台北南港关心基隆通勤族要回家排队 搭乘客运的人龙 强烈质询对于安乐区通勤族影响非常大的9026客运路线 传出11月1号更改经营者和路线以及暂点的问题 所有会议记录里面没有民意代表 立法委员没有通知 然后谁都没有 只有你们基隆市政府其他都是民营业者 然后结果你们就说建议 心飘飘的一句话 你们的态度在哪里 你们可以找我啊 高阶主管我可以上高阶主管吧 为什么不让我们能参加呢 所有民意代表没有一个人知道 直到现在开始炸锅了 现在真正为什么炸锅的原因是因为路线 本来的9026是从负检天下上国到一高之后 然后直接从一高接三高 从12也就是戏纸Costco那边直接下去 到天良电视台 然后之后到南港展览馆 最后到南港车站 这是我们知道9026本来的路线 而未来是直接走一高下戏纸交流道 因为要去吸收去戏科的客源 这简直是本末导致 到南港上班上课的人口 远大于目前到戏科上班的人口 这不就是所谓剪了芝麻丢了西瓜 要让南港通勤族每天多塞在戏纸的市区路上 至少30分钟吗 而且是上班塞一次 回家再塞一次 最后面他们要干嘛 气搭9026啊 我在南港展览馆有多少个我认识的朋友 多少个认识的通勤族的朋友 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 可是我知道他们在做9026 然后跟我讲说 副作能不能帮我买跳蛙 副作我这不是赶快赶快去做1815 我要怎么回答他我不知道 由于市政府交通处长苏先知达巡 还没有收到变更经营者改路线的正式讯息回复 让副议长林佩祥非常不满意 因此要求市长林佑昌达巡 说清楚讲明白 林佑昌强调9026绝对不会停驶 以及更改路线 亏损的部分已经寻求交通部补贴 站在基隆市政府的立场 9026通勤的权力一定会被照顾 我想副议长多虑了 第一个9026绝对不会停驶 那也绝对11月1号也不会停驶 我想9026他的一个经营 我们已经跟交通部王国财部长 已经协调过 亏损的问题大家都知道 但是9026对基隆的通勤族很重要 所以交通部也愿意来 就9026亏损的部分 由交通部来进行补贴 这是第一点 所以我想大家放心 这个市政府这边一定会照顾通勤族的一个权益 不会让这个路线去有任何的一个更改 那第二个是新筹设的这个业者 他如果要接9026这一条线的话 站在基隆市政府的一个立场 我们是不希望他有任何的一个变动 如果他要有任何的变动 比如说他要改这个中简单 或者是在新北那一端 在台北那一端 他要去增设车站 因为这会影响到基隆这边同情组的一个权益 所以基隆市政府一定会站在基隆人的一个立场 来向交通部以及向公路总局 来提出我们的一个要求 那如果他要变更路线的话 那应该是思考另外给一条这个新的号码给他 而不是9026 就是如同刚刚在讲 9026如果这个站点等等路线变很多 然后通勤的时间还要增长 那就不叫9026 我想这是市政府也是我这边非常清楚的一个态度 所以请大家放心 9026的一个通勤的权益一定会被照顾 林佩祥强调9026从来没有停驶的问题 只是即将更换经营者 站点和路线被重新规划 等于被阉割 才会让安乐区通勤族气到炸锅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